老酒浆成年风缸烧水样 属于一个融合创新菜 用南昌烧菜的手法 加上酒浆的风缸酒 融合到一起 大师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李启 大家现在理解的江西菜 是以辣为主 江西菜有很多分支 比如说酒浆代表的 以核心为主 干南那边相对来说 口味会清淡一点 靠萍香或者宜春 相对来说口味会辣一些 各地有各地本身的代表的一些口味 因为江西它毕竟跟很多省交界 明菜 香菜 浙菜 还有广东 粤菜那边 所以它属于比较融合的一个口味 这道菜突出的也是一个 酒浆的一个风缸酒 风缸酒历史比较优久 它属于一个非物质文化艺材 它有一千多年的一个历史 它属于黄酒的一个类型 但是它比黄酒稍微口味偏甜一点 类似于琥珀色 它比黄酒颜色更深 成年的风干酒 它的香味它的甜度会更高 就风干酒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也可以说越用越少吧 鸭子两年以上的那种水鸭 那么两斤多的那种会比较好 来打打打会老 我们习惯性的长条 因为长条更入味嘛 形象会更好看 4公分乘以2公分就没样子 炒水 凉水下锅嘛 加了一些料酒 去血水去腥嘛 撇开血沫 把它那个血沫撑干净 锅烧热 下菜籽油 小火爆姜 姜给它稍微偏重一些 因为姜提香嘛 去腥嘛 一份的话三两姜吧 将它煸干了过后 它那个香味会特别明显 煸黄过后 然后下鸭子 先爆香 爆要爆到鸭皮收缩 油要去焦黄 八角 白芷 辣椒盒 香果 然后把香料的味道 爆到鸭子里面 爆个两分钟 基本上就差不多 爆好了过后 就开始要喷风干酒 一定要锅烧肉 从旁边淋 你能看到它五只锅边冒气 就等酒 它跟这个锅产生的那个叫美辣的反应 才会有焦香嘛 加水 没过鸭子就可以了 放点笔外 放点盐就可以了 盖油要两分钟 把里面的香料调出来 锅里放点蒜子 干辣椒 把鸭子盐汤一起倒进去 就开始收汁 一开始大火 把汤汁冲浓了过后 开中小火 让它慢慢喂 同时就要上色了 适当地带点老抽 它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放点味精 放点面胡椒粉 收农就会去 鸡鸭类的这种烧菜 它一定要烧到微微出点油那种 才是最香的 色泽比较红亮 枣红色 肉质略带嚼劲 微辣 带少许酒香 吃到后面会有微微的一些香料味 最后有点回甜 味道很有层次感